儿童新闻联播 你们这么燥 你们老实知道吗 儿童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我是小雅 我是小虎 今天我们说说老虎 老老说的就老虎吗 不是 真的老虎 它不在动物园 竟然跑出来溜达了 它又不是狗 吉林一个村民 用手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 它竟然在报名地溜达 还偷吃了四只村民养的狗 胆大到天 最主要这只老虎出现的地方 是国家级东北虎保护区 现在怎么办 现在已经想办法保护那里的人了 可能是在抓老鼠呢 怎么可能 说说高考吧 不是已经考完了吗 考完也有新闻啊 说考完试后 很多准备以后高考的弟弟妹妹们 去跟考的好的姐姐哥哥买笔记 什么意思 成绩好的同学会寄很多笔记呀 那就可以卖了 草稿纸也买呀 写过的作业本也买呀 你不知道一个学霸同学说 考完试我就做家教 给弟弟妹妹们补课 挣了好多钱 多少钱 二十多万吧 总值很多很多 儿童新闻播还在继续 下面我们说一下体育 1984年的今天 中国射击运动员徐海峰 以五百六十六环的成绩 拿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猜猜看 这一届的礼乐奥运会 中国队能夺得几枚金牌 一百倍 哎呀 体育精神你懂不懂啊 不懂 对牛弹琴 儿童新闻播就在这里 我是小虎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我是小雅 拜拜 我去那芒谷了 安童新闻联播 老宝宝加油 安童电台 独家制作不出 哦对了 他们东东正在桥包里 好 谢谢 安童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